对不起啊 请你帮个忙 好好好 那我马上过来拿 谢谢啊 丁管家 莫先生打过电话回来吗 昨晚来过电话 说会有一阵子不回来了 那他还说过什么吗 没有 您要是赶时间的话 我让老马送您吧 好 谢谢 你们还真来了 我还以为你们俩是说笑的呢 你看 还带了吃的呢 还是学长细细 这是我提的好不好 那对不起啊 那一起吃吧 来 嗯 坐啊 老马 这里停就可以了 好 董小姐 这些东西我来帮你拿吧 不用了 今天东西实在太多了 太麻烦你了 不麻烦 那几个是你的同事吧 一个是我的同事 还有两个是我的学长 那我先走了 谢谢你啊 老马 不客气 同学 快来 那蛋糕可好吃了 走 快点 给你留着呢 同学 你们怎么也来了 被月营招正丁了 他们呀 是来送蛋糕的 吃一块 我把东西放好了 回头再来吃 又拿一堆样品呢 是啊 这房东太难伺候了 我先进去了 我给他 你进来干什么 这里很脏的 吃蛋糕 看你工作的样子 还挺专心的嘛 心无旁骛啊 这个 房东 真挺难伺候的吗 实际上是要求高 对我们提供的面砖 都不满意 我只好上午 又去了趟装饰材料城 干脆 每个都拿了一些回来 再研究研究 也难得你有这份耐心啊 这是我毕业后 接的第一个项目 当然要好好做了 看你刚才工作的样子 好像把这儿 当成了自己的房子 我这个人比较敏感 我说的对吗 我曾经答应过我父母 有一天 要亲手为他们设计一个房子 可惜他们去世得早 所以 你就把握住每一次机会 用别人的房子 来弥补心中的遗憾 这个房子 可能是屋主一辈子的心血啊 难道 就不值得我多花点心思吗 你是在回避我的问题啊 你看 这里怎么样 整个工程 房东最紧张的就是这里 他说 想在这里建一个鱼池 你喜欢鱼吗 喜欢 不过 我不喜欢鱼池 鱼本来就应该自由自在地 在水里游来游去 陶小姐 老马 怎么这么晚了你还 他回来了 是的 那我先进去了 晚安 陶小姐 刚才我们回来的时候 看见有人送你回来的 霍先生也看到了 那他有说过些什么吗 没有 你是特意在这儿等我 谢谢你 老马 丁管家 莫先生呢 他在卧室 谢谢 小姐 我回来了 小姐 我回来了 小姐 小姐 丁管家 莫先生他 我今天忘了给您换新的浴袍 我可以进来吗 进来吧 好的 您把门锁了 我用备用钥匙进来了 好 您把门锁了 我用备用钥匙进来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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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啊 笑 怎么了 笑得比哭还难看 刚才跟人送别的时候 对着人家笑得多么自然 再笑一次给我看看 笑不出来 也许你去 看你舅舅最后一眼的时候 你就会笑出来了 害怕 还是愤怒 恨不得把我杀了是吧 回你自己房里 我要睡觉 喜好 送来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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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是故意的 没事吧 我不是故意的 我不是故意的 没事 没事 丁管家 丁管家 给谷医生打电话 快 老马呢 老马 我让他帮我买东西去了 我这就打电话 让他马上回来 不管了 吃钥匙给我 快 好的 你看慢一点 疼 我该 老公 等我 请留我 怎么伤成这个样子 他需要拒不罢 马上送手术室 半斤 你啊 你还在打游戏机啊 从早上打到晚生 不累啊 住在医院里什么都不能做 闷不闷 我倒是 少千带回了一个女孩子住院 你女孩叫什么名字啊 叫 同学 老姑 你得帮我一个忙 我过来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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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察两天吧 如果不想住院的话 那起码要观察一个小时 等麻药的劲儿过去以后 没有什么大奈 就可以出院了 好吧 我要住院 我要住院 莫先生 要不 莫先生 定管家 我去召开祥光先生 好的 古医生 那就让他住院吧 好啊 不过 能不能给他换一个单人的房间呀 这很抱歉 单人间全都住满了 要不这样吧 明天早晨如果腾出了空房 马上给你调换 那好 谢谢您 我去帮他办手续 好啊 童小姐 您好好休息 我们明天再来看您 好 最爱拥抱着你 最怕看到 你的哭泣 最爱拥抱着你